有那味的,懂你 是的 来看上去的高空会放 第一个画面就是BBL和BRU的一个正面的 先是一个4抓1 这是真兄弟POPG啊 你看这个时候队友其实已经被补了 他那个角度倒的时候他们有退的空间 但是不退 而且也没做道具,就直接腿子来 希望大气态有点小爆炸 你们在玩个腿子 他一个人挂单去下枪也是为了说 就踩下一个破点就是为了 队友们能 BBL这局信息抓满 满中满 但无奈位置不太行 QM两把空头 这个自动步枪 三技巧都打裂了 看一下这种PIO那个视角 里边应该是,哦,断的好快啊 对手 对吧,你看 插插 9把空头打,感觉是有快速 找一个去冲一下 另外一侧是东侧的位置啊 是EIQ跟BGP有一波圈变 但PIO哥倒地排场就是这么大 两辆车横起来 当掩帖 哦呦,OP WC真会打这个7 这Kikamiko 这点得也太快了 他是直接两向速点大炮 拉车身,补一下位置 鸟了 鸟哥把Clip淘汰了 OP直接没了 身上有EIQ站着 777 EIQ被反打了 这位置上了两个人 一个没打掉 EIQ 看 菜市场的人他也不敢劝啊 这种位置 他那个就是偷菜的 你知道吧 等菜长起来再去拔一次 哇 不过他这个角度是处于强测的一个位置 那其实还是要抓一些时机 人头被太空K了 这年轻人 有想法的 又是CES跟天鹿 这两支队伍又是东切了 竞圈的角度基本是一样的 而且天鹿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从南边走也会有QM啊 这个位置看看 没有这个双架的可控性 要躲避第一波的造型排点位的 是的 没办法 一个架在 这个走廊过道 一个是架在厕所里面 但明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第一枪先为 楼梯口有一个 先进来一个 信息排查 信息很准确了 哇 被捕了 放倒之后被捕了一个 剩最后一人 这是一波提前枪 品牌在厕所里面找到了小组 嗯 一个折角闪想要主动 蓝圈已经开始动了 被执架了 被执架了 躲了一波闪 再来一颗雷 身背很大 直接被淘汰 牛海皮 现在还是一个满边 是 道具用了很多 道具解决了 所以刚才看到三星团还是满的 上加入站的北边山吧 在山上试一试 无理男 拳行的左上角 在太区场卡着 最后还是要打 站好这个位置 下一个拳行是北切 对站好这个点的反坡 确实可以立 QM还在坚持 这个鱼村非常的热闹 天路也成功的扎进去了 被子 对不对 就度假拳行 嗯 等着就好了打绝菜圈的 牛海皮来了 先到加油站山 BBL直接撞了 哦这是个机会 这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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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机会 两个特杉 又可以 先补先补 拿分为重啊 而且BBL 他正面把KTF的人打了都 这是一个好消息 喜上加喜 是的 看到了 出手又拿走一分 帅 先补啊 而是雷逼走位 抬手就是一枪 就得要换成这个点 再来一颗雷都多香 嗯 正好三个站得整整齐齐 来个人补点 其实完全可以再让换成本再拉过来一个 主要是这个圈 EIQ他也要去位置 他能去哪里 他也想找 确定他们走了以后 就可以去之外 那KTF被融化的可能性就非常高 Smash 又打一个 阿卡德没了 这局BBL像战神一样 虽然没有拿到淘汰 但是疯狂在打人 醉牛打公仔 BBL 哇 他直接撞过来吧 KTF先正面放倒两个 Smash剩个毒狼 又打一个 单手大白龙 这EIQ被迫无奈 只能去打BGP的咖啡楼了 等不到机会了 只能冲 牛HAPPY禁点全是残鞭 收了一下卓 来了又来了一个 兄弟们都过来了 那这会儿 Smash被淘汰 也只成KTF一支队伍 对 这个过点可以小抓一波的 因为大白龙他不再圈了 KTF的车有没有提前躲好 这直接被撞大仓里面的车还可以动 KTF还想操作 拿出来扫一波 要直接去前面的反坡了 又开车吸引助力 是有一个人从防区摸了出来 到了反坡 那要留一点信息去看一下 那个地方处理起来不困难 可以往后退 是的 主要是对面三头的枪线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还是要小心一点稳定一点 对的 以及重点是 防区里面两个人的信息 能吃到多少 KTF都是一走一趴 他一枪 阿可德想动 看了个投匹 他比我A2 背 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 后跳的那个人 有机会给他处理一下吗 叶安没有了 周平安找机会 但是 Shames也是先行中手 将周平安方倒 往后拉了 男的只差一枪就倒地 对 对 刚才周平安没有叶安了 而且也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直接就去布防 对 周平安的位置应该被记了一下 直接被补了 特伸 CS想要先丢雷 完了 CSR了 屁股后面的信息 牛海里完全不知道 被人牵制中封倒了一个 想迅速回防 但是 CSS一天才好 明明牵制中封倒了一个 一换一 还剩最后一人 换身 被夹了 这太难操作了 是的 CS 这一局换分意图非常的明确 SQ想把整个的北部防守起来 这个角度确实没得推啊 圈是很难进了 可以尝试跟CS换换分数 但是打CS那边可能信息更明确一点 倒了倒了倒了 而且人明显更少 这个站起来之后 看见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补了 是 还差一名能获进地局了 这局其实牛海平达 淘汰数量已经非常高了 原来必须把李荣克来说 也是 机会 都还不错 BBL的那波机会 这一波开车子 直接从战壕的下面入固 全新理解 他在打新的东西 嗯 他贴到那边反坡 然后开始封烟 回头反架战壕的获胜者 哦 还被他拉了过来 而另外这边战壕打起来了 生命早定 还剩一个啊 被闪了 找角度 占主了战壕的这个高点 GX已经被淘汰掉了 那现在无理男可以 一 两个人在正面 我倒一个 我却摸越近了 哎 你那边也被抽残了 其实 诺者这个位置和克莱这个位置 只能靠这两个人玩 克莱先打到一个人头 皇胜利这个位置被发现 我这还打得不测身 嗯 可能近一点看能不能再打开突破口 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 Blu本来被抽残两个 突然凭借着一波良好的强线的配合和反包夹意识 成功团灭了SQ战队 是的而且是拿到了八个淘汰 车还能 费字提前做好了预警 哦 哇 A神今天联居还可以啊 刚才打 前路道具应用得好一点 我给男后开冲了 对了 不跟费字玩了 起步验已经封好 留了个牺牲为架枪 剩下队友去圈行的中边 嗯 对啊 又这波前夕做得很俗 哎呦 可以到车反坡了 坚持住下车被子 车 而且车快爆了 而且车快爆了 那位置很有可能当不了眼底 是的 三个人没办法 二号位置朝向去 刚好是费字的位置 啊费字在疯狂起火啊 留了个架枪的 车也翻啦 烟一散 古萨斯夫那个位置 感觉可以完抽 哎 Gingway是拉太前了 哇 这辆绝密摩托车 Conexy插一枪 能贴到吗 飞起来了 哈哈哈哈 这个车速有一点点快了 没有给打住 对 看这一波 我们俩还有没有 烟能继续混一下 这个得封克烟吧 没有烟了吗 兄弟们都没了 费子由于是一直在防守 BRU那个方向 所以整个枪线 是拉得非常的远 这一发手雷 引爆车辆 车翻了 人也没了 但是这个头顶的信息 满边凭什么虚拟啊 人家 BGP开始抽把了 过眼又被萨斯打掉 往P的房子去走了 被K啦 萨斯这个过点很准 哇 这把决赛群 就让你们打架了 嗯 还是费子的拳 没有给分了 这个圈真不信我BGP能操作一下 不敢构同呀 哎 这蓝圈了 哇 顶级牺牲位 拉到蓝圈里面去打人 就是极限角度 突出一个极限 哦 站住一出几发 这边的花梯和费子也正面结束 天路加入战斗 要给手雷 这边 小铜要找机会拿一些分数 左边有一个围墙 有一个知道吗 看到了 萨萨可以爆点 萨萨一个雷 是的 人数多不定了 都是两人编制 哎呦 这身份稍微多了一点 就是这种结果 GP能服啊 这一分拿下了 最后是一个二打 二打一 梅花庄 小铜这里先 还行 现在 肺子没机会 哦 肺子在排 看到了 这波一起生 我二打四 洗保鲜奶 这波肺子就一定要打 确实 对吧 他这个太明蓝圈里面拉过去 不是这直接给你来狠活 谁招得住啊 但太明已经二倒了 看一下这把呢 功臣没有人救他 太明明 求生欲 是往宋家那边跑 第一个吧 掐了一个雷克 哦 天神倒地 这边又花了一个二打一 这个过程就放到后 一打一 三十逼 三十逼 三十逼